哈囉 大家好 我是ACED的梅國老師 今天很開心帶大家來這裡做腹部核心訓練 讓你在夏天之前可以鍛鍊出美麗的腰部線條 快跟著我一起做吧 第一組動作是單手核心棒式 然後我們會將我們的雙手穩定在肩膀正下方 保持90度的位置 然後我們將我們的右手跟左手輕輕的往前延伸 保持我們腹部核心穩定的力量 今天第二組動作帶大家做的是直腿捲腹 躺在地板上之後 將我們的腰椎跟肩胛骨 穩穩的去推向瑜伽墊推向地板的位置 將我們的腹部核心收緊 記得不拱腰不R去下背 核心腹部收緊之後 我們將我們的雙腳來到90度的位置 藉由地吸引力的力量慢慢的由上往下 比較難的地方是我們要對抗地吸引力 雙腳從下而上 如果你在進行大約到一半的位置 就會覺得後腰拱起會痠的話 我們就不再往下了 那我們做屈膝捲腹的位置 將我們的雙腳的力量hold緊 讓你的小腿與地面是平行的 雙腳的力量穩定 腹部核心穩定 手不會往兩旁張開 讓你的手腕手肘是保持在一個自然的弧度上 它不會有過度壓迫的感覺 常見的錯誤示範是我們的雙腳會往下掉 然後力量沒有hold緊 那在肩膀的位置 要感覺背夾緊的感覺 你的肩胛骨好像要找像脊椎往內靠攏 所以肩膀不會聳肩 腰不會塌 手不會往兩旁張開 我們首先來到側膛的位置 將我們的臀部穩穩的放在地板上 雙手在身體的前側保持自然的平衡 那我們將我們的腳分成三個等份 上 中 下 那在這個位置上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的膝蓋要併攏 腿的位置要盡量靠攏 靠在一起 這裡常見的錯誤示範是 力量沒有hold緊的時候 雙腿的力量會鬆散 然後肩膀的位置也要特別注意 肩膀我們不會往下掉 不會往下聳肩 所以肩膀的位置要特意的將它提起 側腹部側腰的力量也要往上提到最多 今天的最後一個動作 強面的登山者棒式捲腹 腹部的力量記得保持收緊 手掌一樣在手肘肩膀正下方 記得手肘手腕不鎖死 將你的雙腳提起 膝蓋記得我們是找上胸口與腹部的位置 느�age貼腹部的力量 進去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